镜头在带到共辽 共辽社区发展协会在6号当天成立了银法俱乐部 接牌仪式当中 共辽区长和地方代表们都来到了现场与会 银法俱乐部的成立 将可以让地方长辈们有更多的聚会 还有休憩的空间 让老银家借此多多走出家门 银法俱乐部是新北市推动的在地旧养 健康乐活的关怀照顾据点 而共辽社区发展协会在6号当天 也成立了银法俱乐部 并举行了接牌仪式 希望借由俱乐部的运作 让长辈多多聚会 联谊增添生活乐趣 当天接牌仪式包括市府社会局 区公所 社区理事长 长辈们都来一同见证这一刻 都是我们在里甘山和这些会员 大家都正的 都拿来 我们大家都有珍惜我们这个主缘 我们的开销都是 我们都很认识 因为我们没什么外来的主缘 希望我们里甘书大家有心 志工妈妈大家帮忙 我们才能办到这么顺利了 藉由现在协会的力量 还有大家的力量 让我们在共辽区 在共辽区 是对这边的人口比例 实际上以实际居住 实际上住一家来看 我看是超过四分之一 超过四分之一 甚至到三分之一的 六十五岁的长者 阿公阿嬷都住在这里 希望利用这样 大家让上到山间的主缘 包括共辽社区发言协会 李淑琛成立的这些志工队 让上帮忙 理事长表示 有赖于里内志工和李明的 支持与协助 才能让活动顺利进行 也希望未来 银法俱乐部能确实 带给长辈更多的欢乐 其中的共餐活动 更是让诸多长辈乐在其中 希望借了银法俱乐部的成立 提供长者们舒适安全的交易休闲空间 鼓励长辈走出户外 多和外境接触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